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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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护士沈红刚下班不到六小时 又从距离医院八十公里的家里赶回来 除夕夜八点 沈红赶到医院 她说 今年是自己工作第十年 常年在重症ICU工作 非常熟悉气道护理 到前线一定可以帮上忙 担心怕是怕 但是依然守着继续前行 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医院给沈红准备了饺子 这就算是年夜饭了 沈红草草地吃上两口就出发赶往机场 好好干 加油是后队 没问题 除夕夜 漫天风雨中 东方航空公司接到包机任务 一个小时完成全部准备工作 当前这趟疫情 对全国来讲 我们都有一较共同的责任 今天我们136名英国来自前四五十二个月 上海的力气感谢你们 我们在上海整体感觉 除夕夜 来自上海广东河军队医疗队的 718名医护人员抵达武汉 疫情爆发后 武汉的患者人数激增 医疗资源极度短缺 当地医护人员已拼尽全力 但仍有大量患者无法被及时救治 医院门口互联网上 有来万千求助者 全国人民都为之揪心 1月25日正月初一 习近平总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 要求全力以赴救治感染患者 要尽快充实医疗救治队伍力量 把地方和军队医疗资源统筹起来 合理使用 形成合理 当天又来自湖南 江苏 山东 四川 浙江的五支医疗队 746人赶到武汉 当四川医疗队到达武汉红十次会议院时 发现这里的门诊看病队伍已经排到门外 而全院已有57名医护人员感染 这个病房里面加满了到处走道上也是病人 病员和家属混在一起的 医生和病员也是混在一起的 如果不进行流程的改造 最后我们就变成个大染缸 四川医疗队和医院连夜商量 做出决定停诊 尽快甄别病人 把污染的医疗废物转运出去 将原来开放式的ICU全面关闭 重新建立重症病房 对四个病区进行改造 建立病人 职工 行政人员 保洁人员 污染物等五个通道 我们来把阳性的病人 一步一步挪上去 一层一层的倒塌 我们医护人员上去 进出的这样一个通道 要把它变成单循环 单进 单出 还有呢 要使清洁区彻底清洁 停诊七天 这家二家医院 被改造成为传染病专科医院 接诊能力快速提升 进入二月 权力以复救治感染患者 是防控工作的突出证务 二月三日 习近平总书记 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 并提出要求 继续根据需要 从全国调派医务人员 驰援武汉 天师借重防攻略 毛主席有这个诗词 现在就是靠你们在前线 扛住顶住 我们要看到 全中国现在有两万人 在这个驰援 武汉驰援湖北 将来不够 还可以继续加强 在短短一个月内 全国各地和军队 共调配346支医疗队 奔赴前线 其中 江苏 广东 辽宁 浙江 山东等省派出的 医务人员数量最多 海南 河南 山西 宁夏 吉林 甘肃等省区派出了本地20%以上的重症专业医护人员 湘湘雅 东齐鲁 西华西等各路医学院校王牌敬旅 汇聚湖北局战武汉 你们打个业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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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一起 你们打个业子啊 我们一起 这是让人心动的 这是让人心动 也让人心安的场面 在随后的增援行动中 很多医院是整建制的 把以ICU重症为主的医护人员 抢救设备 搬家式的送到武汉 每支队伍都可以直接接管一个医院或病区 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和部署 科学的救治 精准的实测 所以能上的办法都上 提高治愈率 降低死亡率 这就是我们的主要任务 所以就要从人员的调配 住院的硬件条件的改造 诊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上 等一下功夫抓细节 发挥我们的人才优势 技术优势 学科优势 我们有信心 有能力 一定打赢 这场主机战 二月初 新冠肺炎疫情在湖北省除武汉外的其他地市州蔓延 确诊病例快速增加 按照党中央部署 全国19个省份对口支援湖北16个地市州 黄岗和武汉两城之间交通便利 这座几乎已与武汉实现同城化的城市 疫情严重程度在全国列地二仅次于武汉 山东省湖南省对口支援黄岗市 山东医疗队到达的当天 就赶往黄岗市集中救治医院 打别山区医医疗中心 当看见病人情况不好的时候 病人的那种憋气 那种呼吸困难 那种渴望的眼神 那么也激励着我们一定要去救活他 我们当时就有一个信念 我们只有全力以赴 校感也是疫情严重之地 来自重庆和黑龙江的医疗队 对口支援校感 医疗队在前方 而大后方的三甲医院 时刻提供远程会诊 一人一测精准救治 对口支援这一被实践反复证明过的 行之有效的制度性安排 在紧要关头又一次派上了用场 一定是支援省的力量很强 省包地势的这个方法 既对接的需求统筹好省里的资源 有效的支持地势一种的防备 内蒙古宁城 江西渝都 贵州前东南州 福建南平 广西恒县 新疆喀什 很多基层县市州 也把最硬核的医疗力量 最硬的林 送到湖北 请战书我们也签过这儿了 我早都有心理准备 家里面提前也说过 如果要求我去 我会义无反驳地去选择这个 一方五难八方支援 我们国家这个制度和体制的优越性 我们是公立医院为主体的 这样的一个医疗服务体系 那么在国家面临着这样的一个困难的时刻 他们仍然是义无反顾 而且说义不容辞地 来到了一线叫逆向而行 医者人心 医者英勇 在人民群众 最需要他们的这一重大历史关头 他们来了 和本地医务人员一起 顶住了空前的压力 他们共同展现了 过硬的精神力量和救治能力 有一些画面 就是你们摘下的一些防控服啊 口罩以后啊 可以说是伤痕美美啊 勒出来的这个硬痕 甚至有的都磨破了 我们看得也是清楚 但是也体现了你们 是最美的天使 光明使者 希望使者 万般不一地 闪动着生命之光 以以照供应长江水 终生可结 同心圆 79岁的黄西球 是2003年抗击非典时启用的小汤山医院的设计者 2020年1月23日 武汉关闭离汉通道当天 老先生找出了当年的设计图纸 一笔一笔 将十几年来思考的可优化环节逐一标注 这两个项目就是同样都是很紧急 武汉他们前线那么高级 应该毫无保留的 把这个图纸都给他们 我们也希望他们这个火生山 雷生山能做得比小汤更好 23日项目1点 一封加急的应急医院设计求助函 送到了黄西球手中 当年小汤山医院设计团队 在时隔17年后 再次集结 由于之前老先生已开始了标注 接到求助函后 近78分钟 修订完善的小汤山医院图纸 就传到了武汉 武汉市菜殿区知鹰湖畔 是火神山医院的悬址地点 周围层遍布藕堂土丘 在这里将新建一所 一千张床为着专业传染病医院 工期只给了十天 拿到黄西球老先生传来的图纸 武汉中心建筑设计院 六十名设计人员 以及遍布全国的数百名建筑设计师 共同参与分工协作 仅用五个小时完成了场地平整设计图纸 这天是腊月二十九 图纸有了工人们却早已返乡 我是大连三十的早上就知道这个消息 然后我就主动先请站 然后就我们领导就让我过来了 密行的不仅是白衣天使 大数据监测显示 在关闭离汉通道后的一周时间里 有约12.38万人次进入这座城市 我们中国受到这么多人员和财务的鼓势 我觉得他们都是自己掌握的图约 很多资源调集的速度 超出我们自己的想象 中间三局牵头 武汉建工 武汉市政 汉阳市政等企业 从各地集结了四万多名建设工人 以及上千台设备 齐头并进 停人不停机 如果我们不干 我们自己良心上也说不过去 我们企业干部职工也不会接受 完不成是要负很大的责任的 两家医院建设千栋大江南北 华为 中国移动 中国电信 中国联通 36小时完成5G信号覆盖 排风机组都需要订货再生产 齐鲁制药主动让出已订购的12台 航天科技航天电缆公司 三小时内紧急协调 连夜将阻燃电缆装车发货 中国武汉在24小时内 按要求赶制完成钢结构架工件 中国铁建直接拆了正在使用的工地活动板房 紧急送往火神山施工现场 大年初六 距离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期限 仅剩三天 600米的氧气管道还没有焊接 这是火神山医院建设中最具难度的任务之一 若用传统的电焊技术 容易造成氧气泄漏非常危险 我们当时给的指导方案的话 就是用溶嵌焊 就是相当于用嵌尿 这种特定的金属物质 融化之后去填补管道与管道之间的缝隙 会这个技能的人不多 当时我们只有15个工人 15个工人三天三夜布 不眠不休 完成了焊接任务 保证了火神山医院的顺利交付 我们跟他讲说 您必须得回去休息 再不休息就要出人命 他们坚决不走 在十个昼夜里 数不清的工序协同推进 哪怕一个环节出现披露 就可能造成反护 等床救命 绝不等出错 这是一个超速推进中的 复杂施工系统 每一位劳动者都在拼命 所有的这些餐店的人 在我心里中他们最后是最好的影响 这个阶段的一场进展 不少才是最好的 自己是最好的影响 所以我可以看到 它 你 我可以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2月1日至2月7日 中央指导组要求每天调入武汉2万只医用N95口罩 而此时全国N95口罩的日产量只有10万只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国家发改委17个司局参与 成立口罩专班 建立起高效运转的战时机制 全委启动员问题不落地 三个小时司局长层面不能解决的问题 提交给委领导 由委领导出面协调解决 2月初的一天 为了调集一千只医用N95口罩 口罩专班的同志从下午开始协调 电话一直达到凌晨2点 终于解决了问题 口罩专班不止调度口罩 企业副产破产过程中 遇到的用工 原材料 口罩机 资金 运输等问题 专班都协调解决 我国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体系 我们在口罩产量大幅增加的同时 口罩生产所需的 熔盆布 仿年布 鼻梁架 以及口罩机和口罩机 所需要的上万个零部件 同时快速增长 实现了供应 这个全产业链的高效协同的运转 1月25日 全国口罩日产量只有800万只 缺口极大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口罩产量开始逐步上升 2月3日 全国22个重点省份口罩日产量 已达1480.6万只 2月29日 全国口罩日产量 达到1.16亿只 是一个月前的15倍 又过了一个月后 全国口罩日产量已达到3亿只 口罩的快速增长 有力地保障了我们 一线一物人员的安全保护 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在奇迹的背后 是中国所拥有的世界上最完整工业体系提供的有力支撑 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在武汉主战场上 一天所需防护服的底线是1.25万套 最近缺失了 全国所有储备都不能满足武汉一天的需求 现在武汉渔期工需矛盾最突出的 还是防护服的问题 那么这个需求和我们的产能有很大的矛盾 每天的需求提出来的是10万个 那么我们产能每天只有1.3万个 困难集中体现在武汉 解决难题要靠全国 新兴计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3502产 这家有90年历史的生产军需品的企业 可以转产 生产一套防护服 需要40多道工序 工信部调来原材料 有关部门采用质量辅导专办方式 帮助企业快速掌握生产功力和检测要求 推进转产不是一天 而是以小时分钟来计算 有一次在生产当中 由于当时胶条的供应十分紧张 即将面临停工的风险 我们立即协调并与胶条企业共同协商 从当天的产量当中调集了部分产品 然后由专人打飞机运到了企业 进入三月之后 新兴计划集团医用防护服日产量已达到14万套 产量占全国医用防护服的40% 负押救护车也是抗疫急需的重要物资 被称为一度的大号N95口罩 2月5日 雷神山医院交付使用 大量患者需要转运 中央指导组提前部署 10天之内给武汉交付200台负押救护车 而2019年 我国负押救护车的年产量只有50台 这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因为整个负押救护车这个产业链 涉及到近万个零部件 那个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不当独建筑下决心 要实行兜底采购 要给企业市定型完 兜底采购 战役时期的特殊措施 工信部向多家重点汽车生产企业 发出生产任务函 对企业来说 最难处是负押救护车最重要的部分 负押隔离舱没有现成的 汽车协派人守在生产负押隔离舱的工厂门口 我们的物流卡车司机蹲守了一天一夜 一直等到明晨一点多 第一批30个负押设备零件 然后连夜再从山东开到无锡 无锡工厂里面 我们的工人也是连夜等待这边 零件一到马上装车 底盘不够 直接拆了成品车 高价购买零部件 向供应商提前支付货款 几道任务的汽车生产企业 几乎穷尽手段 负押救护车生产出来了 可是北方地区却下起了大雪 运输成了新难题 湖北 辽宁 河北 天津 河南 湖南 这五省一市的交警在风雪中接力 交警一路护送到了湖北 全国累计 向湖北交付负押救护车 近700辆 确保了当地各个时间节点 安全运转病人的需求 如果没有各地的协议 央企的协议 没有整个的其中力量 半大四这个体质优势 是不可能实现的 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费用 全部由国家承担 截至五月三十一日 全国确诊住院患者结算人数 五点八万人次 总医疗费用十三点五亿元 确诊患者人均医疗费用 约二点三万元 其中重症患者 人均治疗费用超过十五万元 少数危重患者治疗费用 达到几十万元 我们这次这个覆盖面之广 保障力度之大 应该是前所未有的 实施了先救治 后结算的政策 患者的费用呢 由医保和财政共同负担 国家兜底保障 普通人以最朴实的牵挂 作为回应 每一家方舱医院 都给患者提供了充分的餐食 而在一家方舱医院里 一位老奶奶固执地 只吃剩饭 医护人员怎么劝都不听 老奶奶 你为什么每天吃剩饭呀 我想问问你 你如果是这不偷钱呢 如果你赶钱 你叫我都给你倒了 我都不舍不得倒 我都把你倒了 不拿回来 所以劝奶奶 国家希望你能早日健康 希望你每天都能吃冰箱的饭 奶奶也答应了 截至5月31日 全国各级财政 共安排疫情防控资金 1624亿元 基本实现了不因经费问题 延误医疗救治 和影响疫情防控的目标 接近半人高 三十多斤柱的大云 在水中扑腾 拉网 收鱼 黄山市太平湖活水鱼 养殖基地的27名工人 一大早就忙活起来 这一天 他们要把三万斤的活鱼 装满整整七个大网箱 送往武汉 这一场跨省送鱼行动 源自四天前的一条新闻 三月十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武汉考察疫情防控工作时说 武汉人喜欢吃活鱼 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多组织供应 徐同友说 连武汉百姓吃鱼这样的小事情 总书记都记挂在心里 武汉人民为了全国老百姓的健康 隔离在家这么多天 自己送点鱼尽绵薄之力 整个湖北动员起来 给武汉市民送鱼 一车车活蹦乱跳的鱼 从咸宁 荆州 武汉 中西湖等地 直接运到社区门口 再由社区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送到居民家中 一座九百多万市民的大城市 关闭对外通道长达76天 如何保障城市基本运转 如何保障市民基本生活 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的事情 抗议期间 他多次在中央重要会议上做出部署 武汉每天要消耗五千四百吨粮食 四千吨蔬菜 一千二百吨肉 如何保障如此庞大的生活 必需品供应 一月二十三日 武汉封城后 国家有关部门立即启动 对生活物资的价格应急监测机制 两天后 监测显示 武汉市夜菜价格上涨过快 库存量已经低于三天的消费量 国家发改委立刻协调山东寿光市 紧急调运三百五十吨蔬菜 又推动了这个两边的前登协议 然后呢保证每天的供应量 这个供应呢也是根据两边的企业协商 他们需要什么菜 什么样的价格 在满足市场的供应 通过九省联保联工机制 累计向湖北省调印生活必需品 约7.12万吨 保障湖北武汉 生活必需品的供应 是疫情防控的后勤保障战 发挥政府的作用 组织调印物资 做到不脱销不担当 从肉蛋菜到水电器 一样不能少 一刻也不能停歇 疫情发生后 长江委调度三峡水库 加大向中下游补水力度 泥昌占一月份的平均流量 比往年均值多出近七成 全力保障长江中下游供水需求 汉川发电公司 共有六台发电机组 两台给孝干供电 四台为武汉供电 战役期间 国家电网公司 对这里的煤炭储存 以及用电需求增长 都做了详细预案 地理系统是靠输电泄露 和发电厂用户 连在一起的一个整体 如果没有上一级 电网的安全运行 你像湖北和武汉的 这个地理工资 是没有办法保障的 看到这个城市的灯光 还是亮的 我们觉得这个就是光明 这个就是希望 这个就是温暖 这个就是信心 疫情期间 武汉市做到了欠费 不停电 不停气 不停滴 水电 通讯 油气等 一直正常运转 多少个肩膀 支撑着这一切 封城 宅家 货物量大增 工作量翻倍 29岁的曾宏 是京东不留 武汉人和营业部的站长 虽然看着文弱 却身体力行地 带着同事们 一直坚守岗位 疫情期间 我们要比平时 配送的速度更快 服务态度要更好 只有这样 老百姓才能够 更早地拿到 他们急需的物资 也能够缓解 他们在家中 焦虑的心情 为了打通城市 运输末端 一后一一 从2月2日开始 驻俄部队 成立抗击 疫情运力支援队 紧急抽调 130辆军用运输车 足迹遍布武汉的 13个区 8000多平方公里 1月27日 至5月8日 全国通过铁路 公路 水运 银行 邮政快递等运输方式 累计向湖北地区 运送防御物资和生活物资 153.23万吨 运送电煤 燃油等生产物资 284.15万吨 全国铁路 发挥一张网 一盘旗的优势 特别是冲本发挥高铁快速便捷的优势 坚持特事特办 开辟绿色通道 整分多秒将防控人员和物资 运滴湖北 坚持一事一处理的原则 统筹调动不中用处方式 确保这些重要英勤物资 能够顺利到达湖北武汉 按照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部署 民航系统共执行专项包机任务 394架次 将医务人员快速送到武汉 又平安接回家乡 在云南河口 22轮相交 被93部村民用摩托车 运下大山 发往湖北 在西藏山南 2000吨矿泉水 70吨猪肉 牦牛肉 即将启程 26年来 湖北省一直对口支援山南 如今 即使跨越数千公里 他们也要送上这份新意 来自雪域高原青海的菜花 新疆的甘果 宁夏甘肃内蒙古的马铃薯 辽宁河北的白菜 四川江苏的上海青 浙江贵州的鸡蛋 重庆江西湖南的其城 陕西的苹果 黑龙江吉林紧急调集的优质大米 山西河南的面粉 广西的茄子 福建的冰冻海鲜 海南的新鲜水果 全国各族人民都想把本地最好的东西 发到湖北 在封城的76天里 雪中送炭的暖流 从未中断 在武汉和湖北的背后 站着整个中国 现在呢 还不能跟你说话 但是呢 等到有机会的时候呢 一定要你听一听妈妈的声音 武汉有这样一个小宝宝 出生前爸妈都去证感染了新冠肺炎 刚出生 他就不得不和爸妈暂时分开 央视新闻开启了云守护 2月16日 宝宝有了名字叫石榴 17日 石榴爸爸与出生14天的宝宝 首次同框 一直在线守护他的云爸云妈们 更是隔空投送花式祝福 小宝宝呢 是在正月初16点中 那谐音呢 就是石榴 第二呢 是在当前这种情况下呢 希望全国的人民 像石榴子一样 紧紧的团结在一起 那共同的战胜疫情 从云监工到云保姆 和17年前抗击非典时相比 这次战役 一个很大的不同 是进入了一度互联时代 社交媒体时代 人人都是参与者 记录者 报道者 在1月25日正月初一召开的 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就明确提出 要及时准确 公开透明 发布疫情 回应境内外关切 2月23日 一场分会场 设到县团级单位 参加者由17万人的工作部署会议召开 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了 关于统筹推进 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的 重要讲话 万余字的讲话全文 当天晚上就向全社会公开 女士们先生们 记者朋友们 在战役期间 从中央到地方 新闻发布会成为常态 即时准确 公开透明 既发言又倾听 既发布又交流 即时回应 公众关切 准确解读 抗疫部署 截至四月三十 国务院新闻办 举行发布会 见面会四十五场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 每日例行发布会 举行九十五场 全国各地 举行发布会上千场 国务院新闻办 把发布会 直接开到了武汉 把中央的 对湖北的 对武汉的 重要的一些政策 进行一个一线的解读 把最新的 最前沿的 相关的情况 精准地 给全国全世界 关于这个事件的 全景的发布 什么时候 开始接诊 收治的部分 武汉市最严重的 新冠肺炎 疫情发生后 全国四百多名 新闻工作者 主动请英 奔赴武汉 与当地媒体 并肩作战 数千次 深入红区采访 精心制作 大量新闻作品 收集报送 民生诉求 身在祖国各地的 广大新闻工作者 以同样的 大无畏精神 坚守在 抗议新闻报道的 岗位上 中国媒体 在国际舆论场上 准确传递 中国抗议信息 生动讲好 中国抗议故事 共渡难关的 童心时刻 写在今天 流进历史 1月26日 大年初二 原传委突然接到 无锡一位合作伙伴的电话 火神山医院 急需过氧化青消毒器 合作伙伴 希望它尽快复工 在2月12日前 赶制出 1000套设备零件 然后送往无锡 把电话给工人的 但是他们那时候 已经村上 已经不允许出来了 从编程啊 刀具啊 从加工调室啊 我都会弄 辛苦 作为疫情 夺去人的生命 要好累了 所以先顶着吧 原传委答应 在16天里 赶出200套设备 这样的工作量 平时至少需要 5名员工 但原传委扛了下来 硬是一个人 撑起了一条生产线 战役之际 无数中小微企业 默默奉献 捐款捐物 赶制抗疫物资 参与工程建设 关键时刻 小企业也有大担当 战役之际 能源 航空 粮油 通信等国际民生 关键领域的中央企业 充分发挥主力军国家队作用 国航 东航 南航等 权力保障不断航 中石油 中石化 中粮 国药等 权力保障物资供应 在火深山 雷深山医院的建设中 在解决关键医疗资源 不足的攻坚站中 在群众生活物资的持续保障中 在推动科学有序 复工复产中 国有企业 特别是中央企业 拉得出 冲得上 顶得住 打得赢 战役之际 有实力的民营企业 也站在最前排 在火深山 雷深山医院工地上 有200多名华为员工 来搭建5G网络 腾讯拿出15亿元 建立战役基金 正月初一 阿里巴巴就宣布 捐款10亿元 用于购买医疗物资 港澳台同胞 和海外留学生 纷纷捐款捐物 支援湖北 截至4月23日 全国各级慈善组织 红十字会 接受社会各界的捐赠资金 约419.94亿元 捐捐细流 汇城江河 同心俱立 战役浪极 一滴水融入大海 便能永不干涸 一个肩膀 与亿万肩膀同在 就能筑起 坚不可摧的长城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取得的成效 再次彰显了 中国共产党领导 和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制度的 显著优势 山河为政 岁月为名 人民的同心力量 国家的制度优势 在这场波澜壮阔的 抗疫斗争中 充分彰显 激励之俗举 则无不胜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千年的脚步 从未停留 一世的劫力 手牵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月月有 风雨无中 向前走 几千年的脚步 从未停留 历史的劫力 数千数 台山昆仑 窗角欧寒 长江黄村 江湖流 末暗中也不朽 奋头中天风流 阳光护照我们的大逆 新的荣光将永恒逐脚 末暗中也不朽 奋头中也不朽 阳光护照我们的大逆 新的荣光将永恒逐脚 末暗中也不朽 奋头中也不朽 阳光护照我们的大逆 新的荣光将永恒逐脚 末暗中更交称 org皇护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